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最出名的就是写《语期诀别书》的林决明 一百年后也有一位姓林的 他年轻人 他也有跟其他年轻人一样的梦想 不过他的梦想很不一样 他的梦想是要冒险 是要进去 他是希望能够在极限运动上 能够真正的成为全球的领航者 这位姓林的年轻人叫做林毅杰 一杰你好 董董好 我知道你马上又有远行 要到四路去跑 而且要跑一万公里 实在是很厉害 因为我也有跑步的习惯 我知道跑马拉松有多辛苦 上次你到撒哈大的时候 是跑了111天 每一天等于跑1.6个马拉松 马拉松是42.195公里 如何能够保持这么高昂的斗志跟信心 不会被60度的高热 而且几千公里的距离所击垮 我觉得当然最重要的因素是在于 你自己最单纯想要去 我觉得是求知以及去享受那种孤独感 但更重要的是很多朋友的帮忙 很多就是长辈的一个 我想是鼓励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momentation 让我一直继续往肩炮 我刚没有听说你说享受孤独感 是 很多人怕孤独啊 你不但不怕还享受 因为可能在台北市 然后我们在这个空间里头 人跟人接触其实很多很复杂 很平凡 那如果你有给自己一个vacation 不是在海滩的这种vacation 是在一种运动的方式 vacation其实还蛮好的 你有多在跑的过程当中 有多长一段时间 没有跟任何人讲话有多久 哦 因为上次在整个沙沙沙河上 只有我一个人是讲man 就是滑鱼了 对 其他讲英文 那事实上如果是这样算起来 大概我差不多一百多天 我没有办法讲我自己的语言 蛮痛苦 对 是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也跟我们网友分享 是 其实你年纪也不大 你现在 三十四 三十四 已经有差不多十多年的 这种极限运动的经验 是 什么力量 让你能够从事一个 绝大部分人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 都没有办法从事运动 我其实一开始跑步其实还蛮单纯 是只是参加一般的田径队 可是后来当然当一跑跑了自己的一个兴趣之后 发现其实跑步不是只有自己的成就感而已 甚至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做更多的事情 我记得每次我跑完之后或许会有一些人邀请我去演讲 我曾经有过接到几个 或者是来跟我讲的这种 就是听到我演讲的人 他们可能是家庭破碎 或者是我曾经有一个小朋友 女孩子 他因为听了我演讲 他对他自己人生有很大的改变 原因是因为几年前 他父母亲跟他兄弟姐妹 因为在家里失火 所以就没有了这个家 他回去看这个火场 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几乎已经不见了 所以当他听到我演讲之后 他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子 应该你自己要去走你自己的人生才对 所以后来就是他很谢谢我 但我也很谢谢他跟我分享这段故事 所以我就知道说 原来跑步不是只有自己的事情 其实还有很多你可以去帮助别人的事情 包括水资源的一个 也是我一个想要去让大家都知道 水资源在地球上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所以说你可以透过跑步来激发很多人热爱生命 同时也可以鼓励大家 能够储备水源 爱护水源 是然后就是能够知道说水的问题在其实很多地球的另一端 我们现在活的是很幸福的 可是在另一端的那个世界里头 这些小朋友可能因为水的问题 他们没有办法就学 每天要去挑水 甚至没有办法喝干净的水 所以联合国统计一分钟因为小朋友水的问题 一分钟一个小孩子在非洲而死亡这样子 大西北环境我们未来的事物也是一样 对 因为你这次这个要跑150天 比上一次撒哈拉沙漠还要长 是 而且这段路呢 有些地方可能跟上次一样 有一些路过的国家 是 不是非常的安定的 是 怎么去克服呢 我们现在选了三条路线出来 有A 然后进入集合集市 B就是往这个哈萨克 C可能 可能有中间有几个国家不能往进去 往离海的上方进去 就有几个那边进去 你们有没有碰到有些国家不欢迎你们去的 目前为止 我们曾经探勘的时候 然后有我们的摄影师 因为是一个墨艺美籍 然后一个美籍 然后一个是台湾摄影师 他们就花了三个月探勘的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探勘整条路线 去了三次这样子 那中间有一次在 因为刚好遇到某一个国家进行抗议 那他们带了摄影机 所以被抓紧拿去 被痛打了两个小时 之后被放了出来 这样子啊 对 中间不敢跟我们联络 那个底片都 都被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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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遇到一些危险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要必须去很尊重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就是民族等等的问题 然后我们希望说可以用和善的方式 跟他们一起沟通合作 沿路一共多少个国家 沿路这次主要会进入 我们现在选择B方案是六个国家 然后一路从土耳其 伊朗 土富曼 乌兹别克 然后进哈萨克 进新疆甘肃到陕西西安 除了中文英文以外 还可能需要哪些语言 应该是俄罗斯语 然后大概还有就是可能土耳其画 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这样子 那在土富曼或者中亚呢 那边还是以英文为主 那我们有我们的部队里头 有一个是俄罗斯人 他可以进行翻译 他会讲中文 会讲英文 会讲俄罗斯话 找一个人可以抵三个人 一个人 而且是女生 这样子 是女生 实际上我自己都感觉 像台湾这样的一个社会 能够培育出像你这样的人来 我觉得真是很不容易 当我们社会越来越繁荣的时候 你反而一步一步去挑战 更困难的这种极限运动 也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新生代 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有希望 那像这次像你跑过的地方 你很多了 北极南极 这个什么中南美 亚马申都跑过了 撒哈拉对不对 你现在去思路 为什么我想到去思路 我觉得以前思路这条路 是由东方往西方的一条 一个让大家知道 左右两边的一个真实的状况 那当时我们东方是特别的 特别的强盛 所以也去做了 也就是说有丝绸等等 一些贸易上的行为 那这次我想说 因为毕竟我的家是在东方 所以我希望说这一次 我沿着当前以前这条走过的路 然后我们从西方跑回东方来 跑回家 对 跑回到这个东方的世界 那像你这次的话 不是只有在大陆这一段了 一直延伸到伊斯坦堡 前不久在台湾有个展览 就是思路之旅 沿途 这个非常有这个历史跟文化的价值 不过你们都在跑步 可能没有时间去欣赏 对可能很难 不过我们有摄影师会去 有摄影师 希望说可以把这些精彩的影集 把它都拍摄下来 有没有了解那边的气温 气温因为我们会经过高山 但我们选择的时间是今年 我下个月4月10号就从台湾出发 那3月23号 我先从高雄跑到台北 从家出发 然后4月20号从土耳其 苏菲尔达教堂出发 所以4月开始出发 不会遇到下 这么那么热的地方 也会遇到下雪 那热的地方 可能会是在土鲁番挖地会遇到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8月份的时候 对 所以冷大概是零度左右 热的话大概是四五十度 零度四五十度 你讲起来好轻松 没有 其实有点困难 有一次我们去台南的时候 又谈到这个问题吗 是 没错 那时候我记得是2004年的时候 对 2004还是2007 我记得2004 2007年的时候 我们在座谈会 也是分享这个经验 我也跟你提到 对 所以说有机会的话 可以透过跑步 来拉近两岸的距离 是 没错 那一次我记得总统跟我讲 要带着华人一起去跑 这一个更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就照了这个使命 来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能够这样子 让你的这种实力 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 世界上哪一个角落 都能够展现出来 你每天身上都背着国旗 然后代表着这个台湾中华民国 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了不起 谢谢总统 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画面 我们都很感动 谢谢总统 那种地方可能根本没有台湾人去过的 对不对 甚至根本没有人去过的 是 结果都有一个台湾人代表着我们在那儿 感觉上真的是很好 谢谢总统 中华民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和平的缔造者 然后人道援助的提供者 还有第三就是文化交流的推动者 然后新科技跟商技的创造者 最后是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你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文化交流的推动者 因为思路刚好是东西交通的一个最主要的管道 是 所以尽管已经是21世纪了 你再去走一趟 我觉得还是老有意义 那你可不可以这个 这次很艰巨的任务 你不但是要让他知道你做得到 而且还在努力做 是 有没有什么话跟我们的网友分享一下 我想就是我们整个筹备大概两年多 然后大家都有的把自己的家庭放下的放下 然后就是做义工的义工 然后疯狂的投入的这一个思路的这一个壮举 那我想我会跟北部更多人的祝福跟力量 然后我们会勇敢的往前跑下去 太好了 非常谢谢你 谢谢总统 祝你顺利成功 好 谢谢总统